地理考察主要是利用简单的仪器现场直接观察 对难以直接观察,需详细鉴定、测量及分析的现象 就需要借奏仪器进一步地进行地理观测 借仪器丈量天下,用智慧勘测春秋 是对地理观测的形象描述,地理观测是什么呢? 它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就来看看地理观测 顾名次义,地理观测就是对地理现象进行观察和测量 与一般观测不同的是,地理观测是综合现代观测技术 对地形、水系、交通、地表覆盖等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动态和定量化、空间化的观测 并统计分析其分布特征、地域差异等 最后将各类资源、环境、生态、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以素距、地头和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 为了表述不同地理要素的位置和空间关系 我们将脱凹不平的地球表面抽象为一个拓球体 建立起统一的坐标系进行地理观测 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借助大地测量 大地测量是确定地面点位、地球重力场和形状大小的精密测量 进而建立起实时的地球参考坐标框架 大地测量的主要内容有水准测量 也就是测量物体的高层 主要观测仪器为水准仪 被称为英雄测量大队的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第一大地测量队 曾为了测量珠穆浪玛峰高层 三次登上珠峰 2015年为纪念我国首次自主完成珠峰高层测量4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彰了参加当年珠峰测高任务的邵氏昆 王玉昆等6位老队员 其中5人来自江苏 重力测量是通过重力仪器测定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卫星大地测量是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地面点定位 以及测定地球形状、大小或重力场 天文测量是通过观测太阳或其他恒星位置 从而确定地面点的天文精度、天文尾度或两点间天文方位角的测量工作 建立了统一的地理坐标系后就可以开始地理观测 为了保证地理观测的连续性 需要对地形、地貌、头壤、植被生态、水文、大气等自然地理要素 进行长时间序列的记录和分析 这就需要借助专业的观测设备和综合的观测站点 下面介绍观测站以及常用的观测仪器 比较常见的有水文站 用来观测水体的水位、移沙、水质等 常用的仪器有水位置、移沙测量仪 气象站用来观测记录环境温度、空气湿度、风速、降水等 观测仪器有温湿度计、风速、风向仪、雨量计等 土壤站用来测量土壤的含水量、氧分、酸碱性等 常用仪器有土壤水分测定仪、ECG、PHG 由于地理科学并不是进行针对某一地理要素进行研究 而是需要构建通合的空间分析逻辑和地理要素变化模型 这就需要我们不禁记录某个地理要素的变化情况 更需要了解预置关联的其他要素的信息 为了构建相应的变化系统 我们国家建立了一些知名的大型观测站点 比如珠峰自动气象观测站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珠峰站 经过四天的连续工作 在海拔5830米的珠峰东隆布冰川消融区 成功架设安装了自动观测系统和土壤温湿探头 主要监测双层风速、风向、空气温度、湿度和气压 南沙永暑礁海洋观测站 1988年1月 我国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 在南沙永暑礁建设有人助手的海洋观测站 被编为全球海平面联策网第74号站 主要任务是观测风向、风速、气温、湿度、能见度、降雨量和水温、潮位、海水延度等 近20个项目的南海海区水温气象要素 位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地球系统区域过程中和观测试验基地 由南京大学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合作 是大气科学学院、地理海洋科学院等院系联合建立的 它是研究地表过程与水循环 生态系统与大气相互作用 空气污染与天气气候相互作用的试验基地 基于该站观测授举 相关团队已经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由于不同位置、不同功能的观测站相对斗力运作 为此 国家将一手与不同主管部门的观测台站整合 将观测设备资源、授据资源、规范化管理 形成了观测研究网络 如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能够综合观测多种生态系统 为联网观测提供了必要的野外实验设施 形成了一体化的科学授举共享体系 是全球三大国家级生态系统网络之一 除了自然地理要素、地理观测对象 还包括人文地理要素 人文地理要素观测 侧重于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 强调人类活动与区域空间、环境的相互关系 人文地理要素有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传播、演化规律 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和空间走织 政治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城乡聚落的形成、发展变化与分布 人口空间分布规律、聚落、移民和人口增长 以及人类的历史、健康、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等 人文地理观测采用的方法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调查统计 常用的方法有 普查、出样调查和统计报表等 普查是一种全面调查 数据范围全面、详尽 如人口普查、经济普查 出样调查是根据部分实际调查结果 推断总体情况的一种统计调查方法 包括简单随机出样、分层出样等 统计报表是按照统一规定的表格形式、报送程序和 报表时间、自下而上统计技巧资料的方法 除了基于观测站的地表观测方式 还有一托飞机、卫星等空间平台 利用可见光、红外、微波等多种摇杆探测手段 进行的大尺度对地观测 用摇杆、卫星等空间平台 对全球陋地、海洋、大气等 进行多角度的立体和动态观测 是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地球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 我国的高分专项在国际对地观测系统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高分辩地对地观测系统和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一样 旨在建成中国陆地、大气、海洋先进的对地观测系统 为现代农业、防灾、减灾、环境资源和公共安全等 重大领域提供服务和决策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